大家好,我是席国良子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短语专题课程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用这个动词 现在正在进行时代 表示开始的这一系列的短语 那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短语是 一加上hello du 那这个短语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 它有表示延续的这样一个意思 那今天我们要学习它是表示开始的意思 那当然了,这个表示延续和表示开始呢 它的这两个意思呢 没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分界线 只不过它的意味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同样的呢,今天我要把这个短语拿出来 再分析一下它表示开始的这样一个意思 好,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例句 那it加上hello du呢 在这里它想表示的是 从现在慢慢的开始 这样延续到将来的一个动作 在这里呢,它比较侧重的是 从现在慢慢开始的这样一个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在你完成甜点的这个期间呢 我就一边开始摆桌子了 它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 这个boy呢,它是第一人称单数变位,对吧 后面加上一个动词正在进行时代 poniendo 它是poner,摆放它的正在进行时代 poniendo la mesa poner la mesa,它的意思呢就是摆桌子 所以呢,整个这句短语的意思就是说 我开始慢慢的摆桌子 在什么期间呢,在什么时候呢 mientras,在什么期间的意思,对吧 terminas con el postre terminas,它是terminar,完成你的变位 完成什么呢,加上一个解词con terminas con el postre 就是当你完成这个甜点的时候呢 我呢,一边开始摆桌子 这样一个意思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句 vámonos ya, se va haciendo de noche vámonos ya, se va haciendo de noche 我们快走吧,天黑了 vámonos ya 在这个地方呢,vámonos,它是 irse 它的第一人称附属变位,就是我们的变位 在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起始形式 所以呢,它是vámonos 然后ya,表示立刻,现在,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儿,对吧 然后后面的话是 se va haciendo de noche 看到这个地方,首先看到 va haciendo,它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短语 对不对,va,第三人称单数 因为呢,它的主语是什么,天气 所以呢,它是第三人称单数 后面加了一个动词,正在进行时代 是acendo,是什么,se acendo se,我们之前学过 acerse呢,这个短语 它的意思呢,是改变的意思 变成的意思,va haciendo se 就是慢慢的开始改变 这样一个意思,对吧 然后呢,因为它是这个 正在进行时代,说我们可以把这个se呢 吊在变位动词的前面 也可以紧跟在这个acendo之后 所以这句话我们也可以说成 va haciendo se de noche 就是天啊,慢慢变黑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也有表示那种 慢慢开始,对吧 这样一个意味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句 这个例句呢,非常口语话 非常常用 ir saliendo, que ya voy yo ir saliendo, que ya voy yo 你们先出去,我马上就来 这个ir,它实际上是这个动词原型 去,对吧 它的那个第二人称 命令式,就是你们 先出去 saliendo, salir,对吧 出去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呢 所以它表示的是,你们可以开始 慢慢的出去了 那我呢,待会儿马上就过来 ir saliendo, que ya voy yo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马上就过来 不是说, vengo yo 对吧,它是 voy yo 大家记住了,这个是我们常常犯的一个错误 所以通过今天的三个例句呢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eat加上hello 这样一个短语的形式呢 它除了有表示这个动作 它的一个持续性之外呢 它还有呢,表示慢慢开始 做这个动作的意思 它侧重于开始 视频之后呢 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去做对应的练习 我们下期再见